好 首先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清华大学洛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 欢迎您好 一位是本台特议评论员杜文龙先生 欢迎 刚才前面也谈到了 就在两天前普京总统从俄罗斯这一方 去发出了一个谈判的条件 我们上次在节目当中也讨论过了 仅隔两天的时间 那乌方的元首斯莲斯基也谈出了条件 他谈到的是说 如果俄军从乌克兰撤出 明天就可以开始谈判 首先是怎么样 从什么地方撤出 另外从这个双方谈出的 这样一个谈判的所谓的条件来看的话 中间有没有可能谈的余地 到目前来看双方提的条件 都像爱地美顿书最后通牒 乌克兰方面说 只要俄军撤出就可以谈判 没有说是从哪里撤出 包括不包括克里米亚 但是根据此前 哲雷斯基总统的表态 只要现状回到开战之前 2022年2月24号之前就可以进行谈判 这是乌方做出的最大让步 没有把克里米亚包含进去 而在此前是要求俄军撤除恢复苏联解体之后 俄乌之间的边界 那就包括克里米亚 但是根据此前的表态 很显然这个撤军是撤出2022年2月24号 开战之前之后 那个后来占据的那些领土 俄方提出的这个条件呢 我们说第一次从普京总统的口中说出 跟以往没有大的变化 欲求其上必求其上上 要求乌克兰方面 从这个四地 入俄的四地当中完全撤出去 我可以保证你安全的撤军 撤军之后既停火 既开始谈判 到目前为止 俄罗斯方面控制了这四地 总共是12万070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俄军控制了9万5千 还有2万5千在乌克兰的控制之下 从2024年年初以来到目前为止 157天的时间 俄罗斯新扩展领土753平方公里 平均每天4.5平方公里 每天能占4平方公里 如果按俄方的要求 打下这四地的宪法边界 至少还需要14.3年的时间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除非乌军的防线完全崩溃 俄罗斯才有可能占据 普京总统提出来的 这四地的宪法边界 而乌克兰方面提出 让俄军从这里撤除 双方针锋相对 很显然这不是双方 应该达到的目标 或者说能够达到的目标 我认为现在呢 双方只是在相互试探 那么相互试探 这样的一个针锋相对 就发生在了 刚才短片当中也谈到了 在瑞士的这样一个 乌克兰问题会议上 在结束以后 罗斯言斯基提出了 这样一个谈判的条件 那在这样的一个 乌克兰问题会议当中呢 其实当时方 俄罗斯没有参与 但是呢 参会的包括土耳其 沙特等国家也提到 是应该有俄罗斯 一同来参与讨论 这样一个问题 所谓和平的问题 如何来谈 那现在我们发现 俄乌冲突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有更多的国家在讨论到 包括普京提出 这样一个和谈的条件等等 那是否意味着 对于这样一个俄乌和谈 已经成为更多国家的一个共识 和平呢 是双方的事 并不是独角戏 所以土耳其这个提议呢 我感觉呢 符合目前的基本状态 从目前看呢 在整个峰会上 有几点共识很珍贵 首先大家认为 这个大打和小打相比 小打比较好 小打和不打比呢 不打好 那么这个长打和短打相比呢 短打更好一些 又说明呢 目前谈判的框架 包括之前 对谈判 炙热瓦文的态度 正在发生一系列调整 尽管双方的条件 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在目前看呢 双方至少 有一个草稿可以去应对 也从这次 对普京总统的评价来看呢 可能有这样几个点的关注 首先呢 普京是在峰会之前 提出了方案 如果峰会讨论和平问题 讨论条件 那至少有这个基本条件在 不管这个条件 你可否接受 但是他至少可以为双方 寻找差距 这个把差距进行明显的分析 有一个基本的框架 所以这点来看呢 可以为峰会基本议题 提供一个俄罗斯元素 第二呢 现在这个有条件 无条件相比 有条件的比无条件要好 像之前双方 对于谈判是 坚决不谈 跟谈判没有任何关系 现在虽然这个乌克兰 有十点和平建议 普京总统也提出了 从四个地方撤军 然后呢 不能加入北约等基本条件 这个条件差距很大 但是虽然是漫天要加 差距很大 你毕竟一个在天 一个在地 当然有边界 所以下一步呢 如果能够通过谈判 缩小双方的差距 走向一个共同的共识 这样呢 有可能会形成一个 基本的状态 总的感觉 峰会目前基本状态 包括今后的这个任务很艰巨 比如双方有条件 条件差距太大 能否通过中间工作 或者通过战场局势 促成双方的这些谈判 比如一两点没有共识 那么从其他更细微的角度 如果能够更多的共识 这样可以对全部共识达成 起到重要作用 所以现在峰会 对于俄罗斯的缺席 表示出了强烈遗憾 但下一步 如果有俄罗斯参加 能够有直接对话的机会 尽管可以去争吵 但是毕竟在争吵过程中 双方的目标 条件如果能够相互接近 也能够为今后的谈判 留下一线升级 那其实我们再看 近些这几个月来看 双方的这种战场的战事 是比较胶着的 那对于这样一个 久托不绝的问题 曾经也坐下来 谈过的无双方 有一些谈判的文件 近期也是公开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对照这个过去 再看现在 导致这个问题久托不绝 到现在还无法谈的 一些内因和外因是什么 另外在这种情况下 谁是背后的既得利益者 2022年3月 伊斯坦布尔谈判 谈得非常细 包括双方 这个乌克兰方面 你坦克应该有多少数量 不如离边界 多远地区 这些都谈出来 而且它有一个 关键的一点 15年 我们互不进攻对方 就15年 克里米亚问题 搁置15年 我们也不进攻克里米亚 你们也别从克里米亚 向外打 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 当时乌方的代表团团长 就是这个公普党 人民公普党的这个领导人 议会党团的这个领导人 阿拉哈米亚 他是团长 他炒签了这个协议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英国首相 到访了吉辅 后来美国领导人 也对乌克兰方面施加了压力 我们支持你 打到底 你们有这个能力 我们也有长期支持你的这个能力 你虽然不是北约成员国 但是我们急于你北约成员国 军事援助当中的所有的待遇 这对于乌克兰方面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到目前来看 我认为能否谈 取决于内外两个元素 一个是国内民众对 哲雷斯基的这个支持率 到目前为止 还有63%最新的 4月份的这个民调 22%的人是坚决支持 41%的人是比较支持 33%的人坚决反对他的行为 这和2023年3月进行的民调相比 差了将近30个百分点 原来是91%的民众支持的 在还有这个60%以上的民众支持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他不可能谈判 我们说在民众要求坚决抵抗的背景之下 领导成不可能跟俄罗斯进行谈判 另外一点取决于欧洲国家 欧洲国家已经显出了这个疲态 美国根本无所谓 我可以继续你支持打下去 但是欧洲议会选举 我们看到这个极右势力的崛起 在三个国家在选举当中 他们都突破了以往的得票率 这对欧洲这些主要国家是一个打击 他们还能挺多久 其实选民在欧洲议会选举当中 更多的是对本国对乌克兰这场仗的 这个态度的一个表现 不希望继续支持乌克兰打下去 所以我认为如果乌克兰民众 对哲联斯基的支持跌破一半的时候 如果欧洲主要国家的这些民众 不支持本政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政策的时候 才有可能让乌克兰政府 坐到与俄罗斯的谈判桌前 说到谈判桌 我们之前也聊到过 有的时候会说战场决定了谈判场 那现在我们看到最新的表态 16号的时候和总统新闻秘书佩斯克 还谈到说要在哈尔科夫地区 建立一个安全区 以使得乌方无法使用现有的武器 跨境打击到俄罗斯 那么照这样发展下去的话 对人您觉得谈到战场打到 什么样的情况才有可能谈 打多长打多久取决于安全区的大小 目前俄方的安全区缓冲区 它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 我们理解它可能是个弹性区 如果减轻对比尔格罗德 库尔斯克布良斯克等边境周分的打击行动 目前俄罗斯有三个档次 首先是防止122毫米到152毫米炮弹的攻击 这个安全区大概在20到40公里 如果按照目前向前推进的方式和范围 目前这个安全区还没有形成 第二要形成对300毫米火箭炮的屏蔽区 这个应该在50到70公里 按照目前这个射程包括半径 离这个距离差距还比较大 另外俄罗斯最想防范的是美国陆军战士导弹 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攻击 这就太大了300公里 所以按照目前这个安全区的大小 包括效果去分析 现在难度很大 如果只能够防御这个122毫米到152毫米 以及300毫米火箭炮的攻击 按照目前这个战术推进 大概需要这个一个月左右 如果按照目前的速度向前推 但是不排除通过反攻行动 有可能乌军会重新占领某些地区 所以围绕着目前以这个火炮 炮击作为一个安全区的范围 这个逐次争夺和反复争夺 胶着还要持续很长时间 下一步如果真的投入陆军战士导弹 从160到300公里 我想这个安全区的建立有可能会遥遥无期 如果美国今后把更远的武器装备 包括北欧国家和其他国家的 像风暴印 金牛座 斯卡普 基翼 全部那儿集中 这样在整个乌方纵深 对俄罗斯边境的攻击效果 还会进一步增高 所以什么时候 能够建立一个完美的安全区 到现在是个问号 同时我们看到美国 加拿大 又在展开新一轮的对乌军的援助 而这次资金主要提供的是 用于能源设施的建设 来看相关内容 当地时间16号 美加两国同时表态称 将继续对乌克兰提供新一轮援助 美国国务院16号发布一份声明称 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 8.24亿美元的最新能源援助 用于在俄罗斯持续攻击的情况下 支持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新一轮的援助将使美国 自2022年以来对乌克兰能源系统的总援助承诺 达到约15亿美元 加拿大政府16号发布新闻通报称 宣布向乌克兰提供 5200多万加元的一揽子援助 以帮助乌克兰更换受损的能源基础设施 清除爆炸物和地雷 但有媒体称 加拿大2023年1月承诺向乌克兰提供价值 4.06亿加元的地对空导弹防御系统 至今仍未到过 对此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 这种防空系统是由美国制造的 其交付日期不受加拿大控制 此外 特鲁多对加拿大是否会向乌克兰派遣军事教官 也保持沉默 此外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组局局长布达诺夫 6月12号表示 俄罗斯近日在克里米亚地区 部署了其最新型S500防空系统的部分部件 并称仍处于试验阶段 那这一次 美加双方对乌克兰 主要是向能源方面的一些援助 为什么针对能源领域 另外这样的援助会如何来实现 俄军从去年年底开始 使用大量的滑翔炸弹 对于前沿阵地 对于首都药地进行了狂轰滥炸 同时呢 从今年年初开始 开始攻击这些电力设施 能源设施 发电设施 80%的水力发电设施已经被炸毁 33%的煤电发电厂 火力发电厂被摧毁 俄军采用的方法 我前线也轰炸你 我首都药地 我也轰炸你 你能源基础设施是最薄弱的 你本来防空系统就少 三瓶毒药 你只能选 所以呢 对于它的高压电网 对于它的发电站 变电站 造成了极大的打击 在这种形式之下 西方跟乌克兰成立了一个 乌克兰能源支持基金 大概不到6亿欧元 现在各国还在往里捐钱 主要给的 这一次给的是 三台40兆瓦的电力变压器 还有18台这个升降的 液压升降机 修高压 高压线的这些东西 这是保证今年乌克兰能够顺利过冬的关键所在 同时这个乌克兰呼吁各国加大 继续提供防空设备 防空系统 那说到这样的一个远程打击的防空系统的时候 就回到刚才我们谈到这个 哈尔科夫安全区的问题了 尤其是美国方面允许使用美国军援武器 跨境打击俄罗斯之后 我们看到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 在克里米亚方向 俄方是部署了一些新的S500的配件 那这样的一个部署它的目标是什么 这个部分部件的部署呢 我感觉可能是对各类目标进行试验 按照目前在克里米亚打击行动的基本状态 俄方大概是两个重点 首先克里米亚是重灾区 同时也是试验场 而且这个点位呢 无论是无人机 导弹 包括其他装备的攻击频率和打击效果 都非常的详细 如果在这个点位进行新型防空装备试验 对于性能 探测 包括拦截 有很好的考核指标 所以在这个点位最容易遭到对方攻击 所以探测目标 拦截目标的几率 包括其他的应用时机将会更多一些 第二 俄方认为 改进防空武器装备 雷达比导弹重要 像S300 400 500 它的导弹性能基本接近 对于各种系统目标 包括其他目标的毁伤能力并不差 而且还非常有过度杀伤 关键是看不清 即是眼 如果能够拦高精尖的 像弹道弹 巡航弹 但是它对低迈向目标没法防御 你像之前无人机 包括其他的一些廉价武器装备 对M300 400发动打击行动 没有预警 在这个状态下如何解决 对低迈向目标的发现 这是核心的重点 我想下一步呢 S500导弹的改进 大概不是说有多少个发射管 能够打多高 关键是要能够对低迈向目标 进行及时发现 快速拦截高线毁伤 这才可以为下一代防空服务器专门的发展 提供一个基本的发展路径 另外看到一个比较新的消息 说俄罗斯专门普京明天将访问朝鲜 那俄朝之间加强关系 对于俄罗斯突破这种美西方的包围 有什么样的一些意义 上周韩国的防长透露一个数据 他们发现情报部门发现 提一万个集装箱运到了杜奈港 就是从这个罗津到俄罗斯远东的杜奈港 180公里 有一万个集装箱从海上到了那里 最后又通过铁路运向了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方向 他们计算了一下 大概是火箭弹炮弹480万枚 50到60枚的弹道导弹 短程的弹道导弹 他们认为提供的对俄罗斯 仅朝鲜异国对俄罗斯提供的弹药援助 超过了西方56个国家 对乌克兰大口径炮弹的援助 所以现在西方美国欧洲 在热炒这个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普京总统到访这里 是对去年9月朝鲜领导人 访问俄罗斯的回访 很有可能就双方军事技术装备合作 达成更多的协议 比如说这一次是俄方要援助的新型战机 还有这个前射弹道导弹的一些技术工艺等等 这是西方非常担心的 另外关于北约方面的动向 我们再来看个小片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近日对英国每日电讯报表示 北约成员国正在讨论 使联盟核弹头进入战备状态的可能性 他强调在这个问题上的公开性 有助于发出北约是一个核联盟的直接信号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回应称 这只不过是对紧张局势的再次升级 斯托尔滕贝格14号还透露 北约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 就向乌克兰提供安全支持和培训计划达成一致 批准了首份北约乌克兰合作升级路线图 这将使北约领导人 能够在7月的北约华盛顿峰会上启动这一计划 该计划透露 将由北约协调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和训练的计划 根据计划 北约在德国威斯巴登的指挥部 将协调培训和设备捐赠 来自盟国和伙伴国家的近700亿人员 将参与这项工作 北约准备在波兰设立一个 针对乌克兰军队的分析与教育培训中心 为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长期发展提供支持 北约讨论的这种联盟的核弹头进入战备状态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核弹头属于开用状态 一般理解是两个点 首先是可投 第二是可射 按照目前在欧洲所形成的战术武器装备的基本格局 首先可以通过战机进行投掷 而且目前看五个国家 包括更多国家都会有类似的武器装备 通过与F-35的组合对发动打击行动 另外还有一些与战术导弹组合的武器装备 所以今后从空对空空对地几个方向都可以投入作战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作客演播师做详细的点评分析 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 观众朋友们 感谢观众朋友们